回顾假日活动 太平的固定活动八八泼水节 有着爸爸背水泼的意涵 但是由于今年八八节适逢农历七月 大家忙着普渡拜拜 因此活动是后推到了农历的八月八号来举办 今年是限了将近上万人前来参与 而主办单位也出动了两辆洒水车 活动现场准备了大大小小的水桶 许多民众也都自备水枪 这场泼水大战是相当激烈 大小朋友有的拿着水枪 有的直接用水桶 看到倾盆好友立刻发动攻击 对方也回进一大盆水 泼水前的现场是热闹滚滚 不论男女老少 大家都玩成一块尖叫声连连 我很开心 我一直装水 然后我去那里一直被掃街车 那个人一直泼 这环境真的很安全 因为走封闭 其实它有半封闭的感觉 让小朋友我们也 家长也安全 让小朋友不会被带走这样 带小孩来帮我们泼水节 其实很开心 因为他们可以安全的玩 只是小朋友的比较小 会哭 可是很好玩 爸爸泼水节迈入第五年 将环泰东路封街举办 现场不但出动两辆傻水车 主办单位也准备了大大小小的水桶 民众也自备水枪 要来一场水花大战 除了泼水外 还准备了夹车等丰富的摩采奖品 吸引了上千人到场打水仗同乐 市长林佳龙与地方明代 也到场与明同乐 林佳龙更是当场宣布 市府明年专案补助 扩大举办泼水节的活动 很多年纪很大的阿伯阿嬷 都来这边玩水 这是一个举家欢乐 而且小孩子喷爸爸 爸爸不会生气 在这一个时候 我可以把对爸爸的不满 发泄出来 在节庆的时候 我们东南亚的一个文化 饮食还有包括各种的活动 都可以变成我们这一个台中文化城的一部分 所以今天我来被拖一下 来呢把这个活动啊能够把它行销之际 以后我们扩大来举办 李章表示活动的费用 大部分都是社区自行筹措 因过去曾在外线事关磨过泼水节的活动 认为对于促进亲子关系 和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 有相当大的帮助 因此希望能在台中 年年举办这样的摄事 同时也提供民众安全的细水空间 有个清凉消暑的夏天 记者车招案 台中采访报导